寒露时节已到,也就意味着大部分的地区已经进入到了秋天, 还有的一些地区,尤其是在东北的地带,已经进入了深秋, 这时候的温度也会慢慢接近冬天,凝结成霜或者冰, 可谓是为冬天最好的打基础时节,那我们具体应该怎样养生呢? 寒露继入最佳的养生期之后,既吃一瓜,多吃四百,可谓平安过冬打下最好的基础。 一,寒露养生既吃一瓜,西瓜西瓜是夏仙人们喜欢的瓜类, 其中会含有大量的水分,剩下的几乎就是果糖的糖分了, 一个西瓜中的果糖成分,能够占到百分之五左右, 食用起来就跟果汁一样,甜味十足,如果是在夏天可以适量地吃些, 但如果是秋天建议大家别多食用,主要是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吃冰镇的西瓜, 而西瓜本身就是寒性的食物,冰镇后的西瓜反而吃一口, 凉意会更强,对体质虚寒的人群更不宜多吃,不吃胃好, 对糖药病人群来说,冰镇过后的西瓜,多吃, 还可能会因为西瓜中大部分的果糖,增加肥胖,血糖升高的危险。 二,寒露养生多吃四百, 一,寒露养生多吃莲藕,随着天气越来越冷,多种的蔬菜开始慢慢下线了, 这时候的莲藕就比较粗粗,它的口感爽口,更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 维生素A,维生素E,胡萝卜素素,膳食纤维,B维生素,钙等, 其中的钙,维生素C都比较粗粗,具有氧脾胃,通便纸屑,苦中益气之功效, 推荐的做法有排骨莲藕汤,香味四溢,温补的作用也很强一, 二,寒露养生多吃山药,白色的山药最大的优势, 是其中含有的淀粉,属于质炼的结构, 到了肠胃之后,消化的速度要比其他食物更强, 对于消化不良的人群,就可以适量地吃些山药, 如果是糖尿病患者食用,注意将山药当主食来吃, 在山药中含有的山药多糖,脱轻表熊酮, 还可能对体内的代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, 三,寒露养生多吃,莲子,莲子的营养价值很高, 富含铁,钾,磷,膳食纤维等多种对人身体健康有益的成分, 是保护牙齿,骨骼,预防贫血的首选食材之一, 对于新火棒的人群,还不用取出莲子里面的血, 养生的效果还会更加, 四,寒露养生多吃,白萝卜, 白萝卜在白色的食物中含水量比较高, 一个白萝卜中的水分含量能够达到90%, 如果是新鲜的白萝卜水分甚至还要更高, 达到90%以上,是缓解秋道的好选择, 另外,白萝卜中的还含有蛋白质, 纤维素,维生素C, 能够很好的收获植物蛋白质, 有控制体重,对血管健康有益的作用, 是三高等慢性疾病的好朋友, 各位朋友,在寒露这个阶级当中, 你都是怎么养生的, 有哪些养生的好办法,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, 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